原神陆飞即将打败阎龙凯多 和之国篇章也会随之完解 接下来就是草帽团对决黑胡子海贼团的最终天章 如何打败黑胡子的暗暗果实 一直是海米热中讨论的话题 韦田老师也做了安排 自从陆飞来到和之国 已经掌握了三种克制暗暗果实的方法 在巴拿罗岛 黑胡子向艾斯炫耀 暗暗果实拥有多么棒的能力 艾斯听完之后 立马使用远程招式攻击 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艾斯明确说了 只要不被黑胡子碰到 就能躲避暗暗果实那邪门的能力 陆飞来到和之国后 凯多老师是言传身教 展示了霸王色的最顶级用法 像武装色一样包裹在武器或者肢体上 不用触碰到对方也能造成伤害 罗杰对战光月玉田时 用出的招式神秘就是霸王色缠绕攻击 没有触碰到玉田的身体 便将他打飞了 后来罗杰与白胡子战斗 双方都将霸王色包裹在武器之上 无上大块刀艾斯与丛云切对砍 刀刃没有触碰到一起 也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 陆飞是生活中的白痴 却是战斗方面的天才 在凯多的狼牙棒下领悟了霸王色缠绕攻击 罗也察觉到陆飞的招式很奇怪 并没有触碰到凯多的身体 陆飞用霸王色缠绕打黑胡子 不会触碰到黑暗元素 对暗暗果实有很好的克制作用 在漫画《1048》中 凯多与陆飞展开最终决战 凯多变成一条火焰巨龙 将鬼岛的一角瞬间融化 随后凯多对陆飞说 你无法放下你的右拳 因为拳头会被巨龙的火焰融化 陆飞很自信地回击凯多 那种事情不会发生 暴武郎已经教会我不用触碰 你能造成伤害的招式 就是被和之国武士 称为刘英的武装色霸气 陆飞花大力气学会的刘英 果然不是单单针对凯多 对付暗暗果实也会派上大用场 陆飞吃下橡胶果实后 不管是二档 三档 还是四档和五档 几乎所有的招式 都是果实能力和体术结合 需要触碰到敌人才能造成伤害 在幻兽中尼卡果实觉醒后 陆飞拥有了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 能用任何方式进行战斗 徒手抓住闪电攻击凯多也能做到 用雷电攻击属于远程招式 对暗暗果实也有不错的克制作用 陆飞的脑洞很大 利用尼卡果实的胡来力量 还能创造出什么样的招式 克制暗暗果实呢 欢迎海米留言讨论